日本这名选手是ISKA 日本冠军 在三年前 在三年前他曾经输给了死神方便 三年以来他卧心肠胆 奋发图强 三年来他每天早晨起得比鸡都早 睡得比猫头鹰都晚 三年之后他今天终于得了机会 向死神方便复仇 有请来的日本 公堂勇术 我来自日本的FGYM 今我已经贏了一年半 9年以来 我都会贏了一年半 我都会贏了一年半 我都会做15年半 空手日本肩胞 グッズボクシング 一米八二身高 十三胜 六负一平 掌声送给来的日本 共同勇术 不过这位日本选手 还是挺坚韧的 今天是方便第三场比赛 完全就是一个表演赛了 没错 但是我们看到共同勇术 也是真是能挨呀 这个靶子真是能挨 没错 前手的摆拳 方便前手的这个前手摆拳 真的是神出鬼没 突然就出现 爆发力和启动性和非常快 我们也看到共同勇术的防守能力确实不错 太少这场比赛经常想复仇 也苦练了很长的时间 也续球场全胜 但是面对死人方面确实只有招架之功 这场比赛是八十公斤的超级战 双方其实都会有KO对方的能力 但是共同勇术在目前的发展上 这是一个摔摔 对 这也是我们所说的 这种顺手牵扬 借力 一摔 这个技术也只有中国的运动员会 方便真的是非常全面 不管是拳法腿法 包括摔法 再来一个 虽然我们WL的规则中呢 是不允许主动摔法 并且不鼓励摔法 但是像这种接腿摔可以运用 就是我接到腿之后可以运用 但是比赛是一次发力不能两次发力 我接腿之中 一次没有我帅到我再来一次 那是不允许的 是的 现在在方便的一位进攻和共同勇术的一位防守下 比赛变得越来越像表演赛 嗯 赶紧一眼别告 好 我的击鼓动作 击鼓动作 这是打赢一 打得很准 打赢一 这块往冲了一瞬间 方便击鼓 这个击鼓是赢着对方前进的力量 对 这是一个双重加力 但是功能有数又站起来了 我们不得不对这位日本选手表示钦佩 抗击打能力太超强了 的确这种意志也的确值得我们钦佩的 这是转身后增被方便识破了 完全识破了 方便多聪明 是吧 我又记你虎负 对不对 要知道方便今天迎战的是日本的功能勇术 在2011年 方便曾经战胜过对手 功能勇术但是想一雪前十 现在方便 前百拳 哇 这是第二次长裁判毛晶宇给功能勇术进行枪拖 但是功能又站起来了 又站起来了 而且表示自己还可以继续打 日本人真的太耐打了 的确是这位选手的意志品质的确不错 在明显强于自己的对手方面面前依然坚持要把这场比赛打下去 第二局比赛结束 第二局比赛结束 今天方便也打得大开大壳 没错 动作幅度很大 因为毕竟这个功能勇术的这个进攻能力有限 就靠打防守反击 是吧 这样给 就要有一个撤战群 这又是 坐在服务上 坐在服务上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的确这场比 一面倒的比赛应该结束了 财队为了保护我们日本选手 功能有数的身体健康 中之一场比赛 我认为这个判罚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一个这个专演赛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fight comes to an end 59 seconds of round 3 Your winner by TKO In the red corner 比赛结束 红封胜 方便TKO对手